飞行员带降落伞吗 不带 那万一遇上紧急情况怎么办 因为待在飞机里是最安全的 而且万一我带了乘客 我遇到危险跳伞了 那乘客咋办呀 他也可以跳啊 不不不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跳 一是因为大多的小飞机 他本来就飞得不高 所以一旦发生 类似于引擎停机的重大故障 高度并不足够 所有的乘客和飞行员来跳伞 那第二呢 小飞机自身重量很轻 滑翔的功能相对比较好 所以找到一块合适的地方 迫降更现实也更安全 所有的飞行员都知道 待在飞机里比跳出去更安全 除了战斗机 他们有弹射的座椅 所以就算他们在比较低的高度 还是可以弹射到安全的开伞高度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 背着降落伞 邀请我坐踏飞机的飞行员 我果断的拒绝了 我可不想坐在一家 突然没有飞行员的飞机里 呦嘿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